大家好 我是旭哥沃卡岸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英雄你好狗 好那旭哥今天要來分享啊 完全無課金的旭哥打到總排名第一名啊 大家看一下右下角 總排名直接打到第一名了 真的超神 那為分享這遊戲最神的平民組隊 那開局呢 衝到第一名大量的支援 像是點券啊符文啊 聯盟幣還有紅匠碎片啊 有沒有 超多超神的這個福利 可以跟著旭哥爽爽的領起來 那分享這個平民組隊 讓大家可以最輕鬆的玩 因為旭哥也是到這個新府重開一個帳號 因為之前那個帳號消失啊 好那還有這個福文寶箱啊 這也是必拿的 好 最神的公略最爽的福利多在這集分享給大家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嘛 禮品嘛 對話碼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那旭哥也有設置這個英雄你好狗的攻略專區 那這邊可以找到各種英雄你好狗 還有這種三國放置手遊的攻略 好那旭哥打這個怪獸入侵啊 打這個石頭巨人 打到總排名第一名啊 完全無課金啊 那等一下旭哥會來分享一下旭哥的組隊 那這個可以拿到大量的資源 像懸賞命令呢有轉蛋券啊然後這個點券 還有符文碎片啊很多好用東西可以拿到 像是這個隨機紅將啊紅神九 聯盟壁啊這些東西 哇福利超多 一直往上哦 隨機紅將 最後面還有這個四級符文寶箱欸 哇這個很神 四級符文寶箱可以開到很神的這個永久buff 好 所以分享這個完全無課金啊 總排名打到第一名啊 在下面我的排名 No.1 好那旭哥來分享旭哥打這個總排名啊 第一名的陣容完全是無課金的超平民神隊 那我們在前排呢 旭哥是第一個擺諸葛亮 因為諸葛亮呢 他有很多閃避的技能 我們看一下像是奇門八陣嘛 然後像是臥龍 這兩個都可以有免傷或是閃避 可以免疫攻擊這樣 那奇門八陣呢 覺醒的話還有25%還不錯 那其他他有真實傷害啊 附帶這個可以吸血 這個補血一些技能 爆炸嘛 然後附帶這個15%的補血 回復啊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個 蠻意外的是法師 但他是神坦啊 法師神坦 法師站第一排 然後這個輸出站第二排 蠻好笑的 反正這遊戲呢 就是有點搞笑 所以就是也不一定要按照正常的常理來想 因為他是有點搞笑遊戲 好 所以法師讓他站第一排 然後接下來呢 關羽啊 關羽呢 旭哥是把他擺在第二位 那關羽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很強力的戰士 然後他也是算是蠻萬用的角色 不管是輸出啊 或是說流血 然後還有很多像是 可以坦可以東擊啊 這些技能組 然後他有一些增加暴擊啊 輸出的技能 你看生命增加嘛 然後防禦增加 然後增加攻擊和暴擊 所以基本上是很萬用 然後後期的話呢 他還會有這個吸血的技能 就是生命值降到30%以下之後 然後練到滿的話是50%以下 會有這個吸血啊 永久的增加 像是怒氣 然後攻擊力 速度這些東西 所以算是蠻坦的一個神角 那後排呢 旭哥的陣容呢 就是全輸出陣型 全部都擺輸出 那呂布當然不用說嘛 旭哥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就是萬用的神角 就是萬用的輸出神角 全體輸出 然後這個 異復當關嘛 然後攻擊啊 護盾 再加上 只要有任何人死亡 他就可以補血 就是打不死 所以把他擺在後面的話呢 讓他的持續力更久這樣 接下來呢 方天化極樣有這個真實傷害 然後可以暴擊 就是最強的輸出神角 沒有之一了 大家去看一下旭哥 昨天有講嘛 那個300多億的戰力的隊伍裡面 呂布的戰力200多億啊 就是最強的輸出啊 沒有之一 好 那蜘蛛小子呢 一樣是很萬用 旭哥開局有講嘛 最主要是 他這一招天羅帝王 被打過的時候呢 可以附帶一個 全體暈 然後還有全體補血 然後其他都有這個 敵方的暈眩 最多有40%的暈的機會 然後被打到也可以暈對方 兩個回合 所以這個都很實用 所以旭哥把他擺在第四位 那這個其實 蜘蛛小子呢 要的話也可以把他移到第二位這樣 就讓他就是暈對方 也不錯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取捨 看要把他擺在第幾位這樣 你是要讓他在前面呢 就是撐一下下 然後被打過 然後讓敵方全體暈 你可以把他擺在前排 然後你假如是要讓他 呃持續用技能去暈對方的話 你可以把他擺在後排 他算是一個可前可後的角色 所以你要怎麼樣站位都有 都OK 就是他可前可後 算蠻特殊的 就跟呂布一樣 呂布其實他也是可前可後 他也可以在前排吸收傷害 因為他可以一直補血的話 也是OK的 他也是算是一個可前可後 最後一個就九吞童子 九吞童子的蓄格純粹 就是增加這個隊伍的輸出 那這個AOE輸出嘛 全體技啊 然後有一些額外的輸出 像是對著燒冰凍暈眩這些 中毒啊這些一些目標這樣 覺醒之後還有到60% 甚至連沉默都可以增加傷害 然後其他還有像是一些 附帶的一些效果啊 提高攻擊啊 然後提高自己的生命值這些東西 那基本上都是很好用啦 就是攻擊啊 血量啊 速度啊 一些增加 還有這個免傷啊 暴擊抵抗 那他最後這個醉哥中九呢 就是增加他的這個 debuff的效果 就是攻擊會變全體攻擊 然後附帶這個debuff 就是像是一些負面效果 所以基本上我們隊伍的輸出啊 陣型就很完整了 因為你負面的效果 像是灼燒啊 像是冷凍啊 都很好用嘛 所以這個就是續哥 這個最神的平民組隊啊 那完全沒有課金 組出這個隊伍呢 因為續哥之前有重開啊 玩了幾天之後重開個帳號 因為那個帳號就是 之前續哥是在這個測試服 就是那時候遊戲還沒開的時候 續哥就已經有在測試 然後那時候好像有點問題 所以續哥就換到這個新的服 這樣 所以 所以我重開個帳號 所以戰力稍微就是沒有特別高 但是呢 最神的平民組隊還是可以玩啊 所以嘛 沒有特別高的戰力 但是你的隊伍還是可以很神 這個就是續哥講的宗旨 就是無課玩家的 最強的組隊 好 直接衝到第一名來分享給大家 最多組的禮包碼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攻略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左上角人頭 人頭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點畫面的左下角禮包碼 接下來在畫面中間就可以輸入禮包碼了 那我們輸入這個 EMDLGIFT EMDLGIFT 接下按兌換 接下來只有這個288的點券 還有五個青銅硬幣 爽啊 GOGO 然後2023 接下來按兌換 這裡有這個點券 然後狗糧 還有這個隨機紅醬碎片 哇 超爽的 直接拿神角 接下來是這個GOGOGO 然後2023 那接下輸入這個GOGOGO 然後999 有點券狗糧 還有轉蛋券 那接下輸入這個DOG 然後2023 接下來按這個兌換 一樣有點券狗糧 還有這個金鐵 接下輸入這個DOG999 按兌換 就兌換成功 有點券狗糧 還有骨頭 好那接下輸入這個 RANKINGNOE 好那接下輸入這個DLOPENGIFT 好那接下輸入這個GOGOGO HE RO999 好那接下輸入這個GOGO888 這個GOGO888 接下來按兌換就OK了 好那開啟的也記得到信箱啊 領取所有的禮包的福利啊 像是英雄你好狗的這個紅匠 自選紅神匠啊 然後大量的碎片 然後大量的鑽石點券啊 還有這個轉蛋券 都是必領的 好那最爽的福利最爽的工業 都在旭哥的頻道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 看旭哥的手遊攻略 我們下一集工業見了